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接種疫苗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昨天有一名72歲的阿伯 在冠聰接種完科興疫苗之後 感到深季後來還送到伊利沙伯醫院留醫救治 第二宗消息就是印尼有醫護人員 在接種完兩劑的科興疫苗之後 仍然是確診的 成效遭到當地人質疑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那名72歲阿伯的情況如何 昨天這名阿伯去到位於觀衝體育館的疫苗接種中心 那時候打科興疫苗 打完以後他感到深季 送到伊利沙伯醫院進行治療 直到今早早仍然留院 目前情況穩定 這名阿伯是自從科興疫苗在香港開打以來 第一個在打針後感到不適而要送院的市民 他本身患有高血壓 他在打完針後在現場休息期間出現了有深季的症狀 隨即被送院 負責疫苗接種中心運作的上智醫療集團說 暫時未有證據顯示 阿伯的不良反應與疫苗有直接關係 而接種中心的人員曾經詳細查詢過阿伯的身體狀況 認為他是適合接種疫苗才幫他打針 在打完針後 阿伯心跳加快 一分鐘大約有100下 在正常的心跳中間又再加了幾下 中間變成跳蜜了 中心的人員再幫他做檢查 發現生命指數正常 又不見他有頭暈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 都叫了白車送他入伊莉莎白醫院 其實阿伯究竟是否因為打完疫苗之後太過興奮 所以搞到心跳加速 沒人知道 現在還在樓院觀察 其實在過去這個星期以來 那些藍絲很踴躍去報名登記打這個科興 甚至乎有不少人打完之後 都說感到興奮 對於這個科興是讚不絕口 實際上你打疫苗就不應該有興奮的副作用 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可能就是這群藍絲 他們體內的愛國情感太過強烈 支配他們的情緒 所以打完之後才會興奮 一般人應該不會有這種感覺 有一位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林偉信說 相信這名長者出現深季 和打科興疫苗關係不大 他估計這名的阿伯可能是打針的時候太過緊張 突然之間引致到血壓上升和心跳加快 他這個說法也不奇怪 因為這麼多人打得不見有東西只有他有東西 可能他真的打針的時候太過興奮了 也不奇怪的 因為人人的感覺都不同 那群藍絲口中所說的興奮 未必是來自科興疫苗的 可能純粹是他們自己體內的情感作衰 另外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 昨天巡視了觀衝的接種中心 並且即場打了疫苗 他說感覺良好 並且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做了很多奇怪的行為 他首先手無觸道 竟然扯高了衣服 然後向記者展示 在手臂上的針口 針口上貼了一塊膠布 你作為一個科學委員會主席 你需不需要搞到這麼賣力 還以為你是幫科興去做代言人 你是搞科學的 不是搞政治的 你打針就打針 用不需要打完之後 又要向記者展示針口 你們打針什麼 另外 劉宇龍 他本身穿著一件西裝褲 但是忽然之間 他除了那件西裝褲 向記者展示他裏面的T恤 然後轉身給記者拍照 這件T恤有什麼特別 普通白色一件 但是在背上寫了三個字 叫做免疫力 而且他被記者拍照的時候 又擺了姿勢 雙手舉起緊握拳頭 好像很厲害 他這些出位拆鞋行徑 比起很多政府高官來說 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然後他跟記者說 說自己接種疫苗之後 就有了免疫力 他預計到夏天 市民接種率可以到五成 逐步形成群體免疫 社交距離措施也會相應放寬 劉宇龍很清楚說打針後有免疫力 但是許樹昌在上星期又不是這樣的說法 他說接種疫苗主要是減低有症狀的風險 並非防止感染新型肺炎 他是這樣說 到底哪個說法才是正確呢 其實兩個人所說的是有矛盾 劉宇龍說可以免疫 許樹昌不是用來防止感染 免疫這個詞彙來自古代典籍 就是免除疫例 用現代的方式來說 就是預防疾病 但是許樹昌就說不能防止感染 只是用來減低感染的時候的症狀 誰說的才是真的 你們兩個都是科學委員會的成員 原來你們自己說的都是有矛盾的 到底你的科學精神在哪裏呢 兩個都是專家來 你自己出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一個又說可以一個又說不行 劉宇龍還說到一件事 就說不需要以經濟誘因去吸引市民接種 他形容市民是聰明有愛心 會為了家人和社會而接種 你說不會提供經濟誘因 第一特區政府也是沽寒到不願意提供 就算你叫他也不會理你 你看他派這個電子消費券 派五千元都要分開五個月去派 你就知道他是不會提供任何的誘因吸引市民去打針 你打就打不打就什麼那隻 另外就是 但是就算特區政府真的願意提供經濟誘因 那更糟 那些市民肯定就覺得他有陰謀 因為官民之間是失去了互信 那些市民什麼時候會願意去打針呢 就是當他發現如果這個疫苗護照真的推行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打 這些是功能性的打針 他不是為了預防你這些什麼武肺 他純粹就是因為 可能第二個國家你不打針他也不讓你入境 那他就會去打 因為他要旅遊 我相信遲些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印尼方面的情況 位於印尼萬丹省的一間醫院 日前就有二十多名的醫護人員和實習生感染了武肺 其中部分人就已經完成了這個疫苗接種 打了兩劑的科興疫苗 所以這就是印尼傳出的第一宗 醫護人員打完疫苗之後仍然確診的案例 其實這種情況 某程度上就是應驗了許樹昌的說法 許樹昌就說 打疫苗主要就是用來減低有症狀的風險 並非防止感染肺炎 現在就是中了 打完之後都會確診 打完之後就不代表免疫 是降低風險的意思 香港有很多人其實願意接種疫苗 純粹是一種功能性的打針 他不是說要預防就沒有廢 你有沒有成效也好 其實在那些人眼中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很希望打完疫苗之後 就可以盡快和大陸通關 又或者可以盡快去外國旅遊 或者就是希望社會經濟能夠儘速重啟 總之這些打針其實就是功能性的打針 他不是為了預防武肺 他是有其他目的的 問題就是現在印尼幫醫護人員打針 他們就真的想防武肺 因為他們是密切接觸病人 所以醫護人員應該會相對重視疫苗的有效程度 因為他們感染的風險是比一般市民為高的 所以現在印尼出現了這種情況 某程度上可能會打擊到大陸的疫苗外交 以及疫苗對外銷售的情況 因為你打完之後原來有些醫護人員都中招 那一定會有人質疑 那當然如果這些疫苗是純粹無償援助的 是你捐給他送給他的 那他當然沒有所謂 因為不用付錢的 但是其實送贈這些疫苗 都是想令到別人覺得這個疫苗是有用的 別人對你這個疫苗有信心的時候 他就會下訂單買的 你這個後續的銷售其實也很重要 現在印尼出現了這種情況 對於後續的銷售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我們就要拭目以待 其實送這些疫苗給別人 無非都是想別人覺得好用之後買回頭 如果別人送完之後也不買 豈不是白送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